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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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这个行情 特别是投机股的行情 玩完了没有呢 在今天开高走低爆量的 都是近期非常标的投机股 这头包括像元宇宙 2498的宏达电 我们来看盘中走势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也是从红盘打低下跌5.41% 包括汽车相关的电动车概念股 比如说像强茂 强茂也是最近的标股 在今天打到了跌停板 最近这些吵得很高的 一般认为可能是嘎空 没有业绩的投机股 在今天出现了爆量下跌 代表投机行情结束了吗 还是洗一洗之后喝了再上呢 刚才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华南投股董事长楚祥生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风开平 观众大家好 外华投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营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老观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蔡振华 老观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投票 这些投机股 到底是行情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了 还是喝了再上 认为喝了再上给圈 认为Game over的给差请举派 投机股的行情结束了吗 我们看到现场有 一票差 三票圈 两票在中间 两票在中间是什么意思 来 初董 我是觉得应该没有死 但是距离高点 大概也差不多了 应该没有死 所以还会有逃避波 对 没错 但是逃避波不会再像第一波 那么飙了 对 对 这个主身段绝对已经过去了 不可能再飙一大段了 那接下来看 比如说你融资 有没有增加很多啊 主力有没有跑掉啊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还有一波拉抬 应该是要跑咯 我觉得应该要跑 那是拉高让我们跑的 它回挡的程度的高低 很重要就是 有没有一个新的族群出来取代它 你知道如果有新的族群 取代它的话 资金很快会移转过去 因为那个族群会让它赚钱 那这边已经涨了很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好 但昌星说还没死啊 昌星为什么还没死 我觉得还没死 毕竟呢 OTC它只是创短期的高点 它并不是创新高 前面还有一个225嘛 所以我认为呢 基本上呢在这边呢是洗盘 但是短期的融资增加过快 所以我觉得开始会做一些 所谓的肋骨轮动 但是应该还有高点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 还有机会再期待 好 那蔡总刚刚是举叉的 蔡总也来谈一下 为什么你认为行情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是从割韭菜的角度来讲 要写那个更好更完美的记本 接下来写不出来 我上个礼拜 上年股神都出来 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记本刚开始的时候 你上个礼拜讲言你之后 没人听有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 引你之后 所以记本已经写不出来 所以韭菜就割了 你看10月份 新开户的人数 30岁以下的占了57% 这么多 韭菜来了当然要割 下一批的韭菜还要培养多久 对不对 所以就赶快割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面的 有一个谷迷说我20年来 我只要100%的持股 我都买好的股票 资产是现在三倍 重点它是买好公司 那个投机股哪有20年 两个月你就偷笑了 所以蔡总帮我们来看 刚刚您既然举插 就是您认为 这些太投机的股票 出现长黑K棒 其实已经宣告 短期行情结束了 当然我们要看 就是说其实有些投机的走势 但是它有一定的本质 可能还OK 会在那边盘整 但是我讲的全部没有业绩的 只是写基本的 这种已经结束了 编故事的已经结束了 对 今天很多的爆炸量 你看强茂 台办强茂 何勤控 借琳 顺德 声达哥 当然比如说我们看3704的 何勤控 我们打K线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边看了这个投信 我也不认为投信都是省 大家都说投信多厉害多厉害 投信买的股票 他买的股票 他短信也套在高点 因为你看他之前都没有买 他也是看这股票 买在高点 对 他这两天才大买 包括今天 今天为什么一开盘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何勤控 为什么 我没看到分死总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一开盘就涨停板 投信买的 投信要去养 提到铁板 对不对 好 那他就有 除非有另外一架投信 再来接他的股票 这种基本好写吗 不好写 那我们看下一个袭击 我觉得 比较要注意的是说 为什么我说 割韭菜的时间到了 除了少年股神大量进场以外 因为11月14号以前 他完全公告第三期财报 你基本写的再怎么好 所以11月14号 丑席夫人就要见公婆了 对 我们来讲一下 不是说得很好 立凯聚合康普 德伟 这些车用的电子 或是相关的这个component 不是那个讲得很好吗 那财报出来不怎么样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立凯KY连亏15G 9月才赚 但第三季还是赔 聚合电解液 第三季的EPS0.5 但9月是亏损 一季才赚0.5 股票70几块 我刚刚告诉大家 因为在雪记本 上面讲吹牛皮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盲点 你以为它的电解液 它归类在那个精密化学品 占它的营收不到三成 这三成又不是全部都是 电动车的电解液 大家知道吗 大家讲过一个题材 你以为这公司百分之一百 都做那个东西 这是台湾的股市的最大 应该检讨制度 应该证交所贵马中心 要花函工 你有做这些东西吗 占你的营收比重是多少 你现在进度是多少 你假如证交所有去问的话 你不能站到边就说你有做 电动车大家都有 你都叫100% 里面占它的营收只有 很小的比例 蔡总 你看这个走势是 这样飙上去 飙到天上去 只有一根长的地方 那当然这种股票不割酒派 要割谁的酒派 你的财报只有这样 但是当时你的剧本写得那么美好 现在因为财报的检验期 所以过度投机的 在14号公布财报以前 就要被严格的检验 那像康普还有赚钱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定 因为它有一定的 它第三季的EPS是1.42 前三季3.56 剩下来讲说 它之前涨到170 80 那是有点高 但是它回下来可能 跌了一阵子以后 它会有一定的支撑 所以这个还要去区分 为什么 它的电动车的电池 占它的营收50% 它这个比重很高 很高一点 这个其他的 那个比重很低的 你就要小心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是 这两个股的日K线 你会发现 虽然是不同的个股 利凯 聚合 康普跟德威 但每一档长相都一样 咻 长黑K棒 咻 长黑K棒 大家还以为我们是复制的 不是 所以都是同样的模式 在狂飙之后出现长黑K棒 当然指标股 我们请封总来谈一下 指标股还是要看宏达电 宏达电还是 这一波投机股最最重要的指标股 你帮我们来看一下宏达电 2498的宏达电 宏达电不死 是不是这些投机概念 元宇宙也好 电动车也好 都还有机会 有些股票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价位你永远不必等 你永远不要因为 你现在是在说歌词嘛 不要因为宏达电最近的上涨 你又还期待说 以前真的有什么1500会来 不要期待这样子 那你看今天为什么 那我看你刚刚是放在中间 对 我刚才会放在中间 就是说它不会马上给你消失掉 因为它还没嘎完嘛 还没嘎完 但是它在正的过程中 谁会出头呢 有EPS都会出头 那有些股票它是本身是有值 等于说我举个例子 我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5351的预创好了 我给大家看这样股票 这样股票我告诉各位 我每年都在看它 为什么 它每年CES 我在东升那么多年连线的时候 每年CES 卢超群是我尊重的 这个半导体的长辈 可是它每年都说 我们有转息 这五年来从来没有赚钱过 年年喊转息 年年喊到洛杉矶 今年到年底都是负一点多 今年不一样 今年上半年赚0.76元 9月份被强迫要公布 0.68元 就是说它终于赚钱了 所以说它为什么 它每年都不强 今年特别强 因为它抓到那个题材 然后它的业绩 支撑它那个题材 虽然说本益比还是很高 比红大电好 所以我的意思说 接下来就是红大电 它不会马上就是V型上来加 所以红大电还有高点 对 它会高党症 所以今天没有跑的 没有玩乐 还有高点它还会跑 它现在唯一救它的名 是因为它现在被处置 所以它没有爆量 它是被处置嘛 对不对 所以它量没有爆得很大 如果的话今天是很多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 跟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有一次不是 这个电动车 很多都是大跌的对 今天不一样 今天电动车很多大跌 会不会再上去 因为上个礼拜二的大跌 是量是小的 今天大跌是长黑带大量 所以会上去吗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整理 可是好的股票 有EPS开始要平盘了 好 所以 开始会分歧 对不对 有业绩的还有高点 投金股还是会震 但是有些有EPS会开始会上来 所以初董灯会也要帮我们谈一下 电动车到底行情死了没有 我们先来看元宇宙到底行情结束了没有 我个人觉得 我刚刚特别 虽不重也意不远了 高点差不多接近了 你看这些股票非常明显 你看今年涨幅一倍 一倍一倍 但是这些公司 你可以看到 PE有些是负的 有些是本益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我个人还是觉得台湾的元宇宙 未来会有机会 但是元宇宙要真正形成一个 什么叫做真正元宇宙 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只知道 它是一个新的虚拟实境 但是一般我们要接近 这个虚拟实境一定要靠什么 一个器材 我们看到VR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AR 所以你看这些 台湾因为电子产业 相对是具有优势 所以你看很多的相关的产品 都有提供给这些ARVR相关的晶片 重点在于就像刚刚蔡总讲的 到底那个成分到底有多少 我个人觉得成分 大概4% 5%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族群高点有限 但也不具崩盘 崩盘 对 所以有机会让我们跑 但是现在一定要早点慢 对 我特别提一点 我们想说这个 第一个 商机还有待观察 我觉得会慢慢慢慢会形成 大家会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元宇宙 到底有什么商机 第二个我们看到 我们讲到所谓的VR的部分 2016年是真正的VR的元年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宏达电 脸书 三星 都有VR品 那一年出了910万台 接下来是什么 每况愈下 到了去年只有一半 只剩下470万台 今年又开始 对 问题在于什么 就是你光有硬体没有用 你一定要有个软体 我今天要去玩它 一定要有个很好的软体 驱动你去买 现在我觉得机会暂时还不大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Apple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它时常容易冷饭热炒 什么东西经过它去推管 那个量就很大 所以我想说未来 苹果到底要MR AR还是VR的部分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趋势的引领者 对 好 这是在元宇宙的部分 我们再往下来看 然后这一标的很凶的 还包括电动车 电动车还是很重要 还是一样你看 本益比越高的部分 涨幅越大 那我觉得很重要 当你这个热度过了之后 大家还是要回归 到底赚多少钱 这些相关的个股 全部是跟着Tesla 你看10月份开始一路发动 一个月的涨幅你看到没有 50%你知道多可怕 每期涨57% 厂幅涨51% 立刻涨也超过50% 对 但是我特别提醒一下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元宇宙 或者说电动车相关的概念股 投信真正介入的部分 真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族均 也是要早点卖吗 对 我个人应该是要早点卖 尤其是涨幅那么大 如果本益比非常的高 当这个热度一过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多个股回挡幅度 会相对比较大 但现阶段很重要大家看 第一个我特别提到 如果它的融资增加幅度 非常的高 你一定要小心 第二个如果整个大盘 找到一个新的主流 而且它能够走得比较长 这些相关涨多的个股 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投一下票 各位是不是认为 元宇宙应该 就算刚刚昌星说的 还有机会有高点 但在投资心态上 是不是开始要找卖点 认为应该找卖点的 给圈 请举牌 找卖点的有 一二三四五票 郑华说不用啊 不用找卖点 难道你还进去买吗 我认为其实还有很大的机会 就是这个刚才朱总讲的 也很有道理 就是那个苹果非常善于 冷犯热炒 很多的东西在当时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比方说这次它那个AirPods 在两三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 怎么现在大家都带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其实AR跟VR的概念 其实以前就有了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又把它提起来 是不是苹果在这地方看 认为它机会来了 所以我认为跑到这一段的话 尤其在我们台湾的股市 到了这个每年的 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你因为小鼻子小眼睛 还没做完 对对对 会有一个时间点 他比较不会那么去重视 这个业绩 会不会像航运一样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一百多块的时候就说 差不多要卖了 到一百五又说叫人家卖 一百八叫人家卖 就要跑到两百多去 对 因为现在有个 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去追这些股票的人 他本身他本来就没有 很在意业绩这件事情 很在意的人 他其实不在船这些头盔上 所以他看到的线形不一样 就敢追的人 他看到线形可能还有一倍 不敢追的人 他其实就在场边看 所以互相不搭嘎 我的解读是这样 好 那电动车 涨超过50%的电动车概念股 是不是也应该找卖点呢 认为应该找卖点的给圈 请举牌 好 那就又不一样了 虽然票数一样 好 我们来看 一二三四 五票都认为应该找卖点 只有封开品用 还不用 这些今天爆量的要跳 可是电动车很广 可是我刚刚讲涨超过50% 这些呢 涨超过50% 要看本益比 你因为他如果有赚钱 你还是不担心 如果后续本益比有跟上来 但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心的是 融资进来了 来 穿先生来谈谈融资 少年股神又出现了 大家记不记得 上次少年股神出现在什么时候 在航运狂飙的时候 现在少年股神又出现了 在元宇宙大涨的时候 又出现少年股神了 少年股神也要懂得如何冲 我告诉大家一个交易的小诀窍 基本上假设这个手它是期货 这个是现货的话 现货跟期货在涨的过程中 基本上应该要现货往上带 期货拉着跑 这样才对嘛 也就是加钱指数要一直往上拉 期货要跟不上 可是今天早上刚好相反 现货在拉的过程中 期货冲过头 这里 期货跑得比现货快 对 表示怎么样 股票拉不动了 股票跟不上 对 然后期货过热 股票很喘 他说过热 这个过热了 整个冲上去了 然后被打下来 所以当你出现比较大的正价差 要留意 不要是现货跑得太慢了 对 这个时候盘中 一打下来出量的时候 高点就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 大怒神走势 开很高之后一路下杀 对 然后杀到这边 正价差 转向下杀 这样差不多 因为怎么样 因为事实上已经杀得差不多 血流成河了 所有追加的人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 我说 最近的盘是应该是还没走完 因为最后又回到逆价差 有没有 又开起来了 表示怎么样 今天是在杀价差 就杀价差 所以正价差杀到逆价差 这个盘我觉得就还有高点 所以下次如果开高 要留意到底是正价差还是逆价差 如果正价差很大的话 很有可能会开高走低 今天不只是杀价差 很多人担心在今天也是杀融资 对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波以来一直在这边打底 融资一直减 融资开始增没有问题 但是昨天是怎么样 融资爆量大增 我记得前一天大概13亿 昨天是什么 40亿收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当融资爆增被杀的时候 有一些融资增 而且外资减的股票 你就要注意是不是 有被这些倒货的宣言 好 那我们就从 融资增加的个股来做检释 近期融资大增在今天又爆量走低 该怎么办 是 其实我这边就举两个例子 这边都是元宇宙概念 可是元宇宙概念 有的内容不太一样 比如说阳明光 他根本探紧探紧探紧就好 其实几乎今年 假设有机会赚赚一块左右 你看他的走势是怎么样 高档震荡灌下来 你看融资什么样 融资一针 不是融资减 融资一针就被刷下来 所以我认为这一种 其实你就要特别留意 他基本上没有业绩 没有题材的 你就要小心 他是被减码到货 可是反过来看 快韭菜了 反过来看金豪科 这是低档拉抬的 看一下我们他的K线 低档拉抬的你看 这是融资一直推上去 融资一直推上去的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 那你就守着五日线就好了 这种就是稳健向上 我认为其实大家不要太过担心 不是今天一根黑K 就是全部被杀 你要看看这一个盘面 刚刚初董说还有高点 我们也认为还有高点 不过我再次强调 四不过三 就是说第一次去台下来 拉起来之后 你不要再用力去追 拉起来要减码 这样相对来说 你就可以落袋为安 洗一洗上的时候 其实是要找卖店 没有错 进行融资大增在街爆量走低的 包括金鸿 亚信 康书 美琪玛 光磊 杨明光 华逊和金豪科 特别提醒关榮朋友 不过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到底投机股行情结束了没有 指标股当然要看宏达店 特别是刚刚初董有提醒 那到底会走多远要看 苹果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 开出一朵花 打出一片天 对 那今天大家 他讲的大概就是元宇宙嘛 因为元宇宙今天震荡非常的大 大震荡 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宏达店 大喜盘啊 那预创最后还是关上 那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 刚才这个很多分析师也讲过 峰总也讲过嘛 这原因我们就不太多说了 那威胜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跟宏达店在一起的 不过其实今天严格讲起来 真心严格讲起来的话 宏达店没有一棒灌到跌停的话 勉强来说不算很弱 不算很弱啊 他在20分钟的这种恐慌之下 照理来讲 以当时的这种跌法 大家如果还记得杨明 长荣当时在跌的时候 他那20分钟刚开始灌的时候 是很多是一棒打到跌停 大家如果还印象深刻的话 你看他这个其实 我当时非常认为这里会守下去 结果竟然没有 然后他打两只脚在那边尾盘 就停在这里 他这个明后两天 如果相对来讲没有跑远的话 从高档算下来 都还在这个范围里面 十字军线没有破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做一个反弹 好 来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所以元宇宙呢 现在不只看虎拿电影要看苹果 苹果要推MR专制 传是合硕代工 苹果到底要走什么路线非常重要 苹果的元宇宙头盔 最快明年要问世了 而且贵松松 售价几乎 几乎要飙迫8万 台币8万 三千块美金 超贵的 所以其实苹果在这个地方 他推这个装饰 但苹果这个很厉害 他很会卖东西 就是他这一只所谓的头盔 他有那个12支镜头 追踪抓你的眼睛 12支镜头 抓你的眼球 为什么要抓这个眼球 就是说你的头往哪边看 你要抓着等一下 你要才知道要给你什么样的画面 所以其实未来来讲 这个东西 能不能够再起一个新的风草 非常重要 8万块这么贵有办法 冲出量吗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对 但苹果介入这个市场 绝对对这个市场 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有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他每一次他用触控 大家就流行触控 对对对 这个头盔出来比方说 你的环境有没有跟着你 有没有相关的软体 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包括所谓的游戏给你 比方说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韩国 最近韩国现在要成立 国家队 原宇就国家队 大家可能有玩过一个APP 叫Zepito 它就是很厉害 它就把一些偶像明星 做成虚拟化 像这个TWIS 对不对 然后他们有用好几个 韩国的女团 然后变成那个 他们自己虚拟的这种MV 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看到 都是虚拟的 没有 这个是真的 然后他等一下去把它虚拟化 他把它虚拟化之后 就会有一个虚拟的 我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对 像这个看起来也蛮假的 像这个啊 像这个虚拟化 就刚才这个 对 它也跳 所以其实我们来讲 如果你有头盔 看到立体的画面 那就更好了 如果我自己个人认为 如果手套 有手套的话可能更好 因为摸到的话 感觉还是比看到更立体一点 我们这个是晚上12点的节目 没关系就是以后希望有 不是晚上12点的节目 如果有这种厉害的东西 去研发出来 我想股价也是会动 再来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在虚拟的世界当中 其实有人开商店 你看啊 在Zapital的环境当中 有人这个CU这个超市 你看去开商店 在里面卖东西 他真的在你的虚拟的世界 里面卖东西 我原本在想说 买这些虚拟的东西要干嘛 我自己就在玩游戏 我会买东西干嘛 可是我后来想通了 如果说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穿了一副很丑 我一开始进去的东西 我的能量很弱 对不对 他是不是要在餐店里面 卖我吃东西 要不然我会饿啊 我会走不动啊 或者是说我造型很丑 对不对 我要走到他的美髮店里面 他里面来给我做一个美髮 造型 到处要跟你收钱 反正我觉得只要能够 想得到收钱的方式 他都会想啊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 不要小看他 他这个用户数还满多的 然后乐天大家知道吧 他就直接开一个什么 元宇宙营地 你如果不想出去露营的话 你就戴上头盔露营吧 你就在他那个营地里面录音 你看又可以演讲 又可以唱歌 有没有 这个以后就真的是 一个这样的环境 所以未来的世界就是 吃喝拉撒睡 都在那个沙发都可以解决了 对 所以我刚刚讲一个 我想坐在沙发有个手机 戴个头盔 戴个眼镜 你看我刚刚回头讲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早在当时 苹果就吹这个头盔的话 不见得有用 但是你现在付费的机制 跟你游戏 跟大家整个接受的环境 大家周边都差不多了以后 他现在出来就有机会了 但问题是回到骨架 今天确实被大家质疑 是不是已经在割韭菜了 那我们台湾的来讲 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情形 我先讲一下 顺便等一下戴K线 你看 因为这个题材太热了 只要说在这边 切入元宇宙的 今天几乎都开高 沾上一点边就有 对 当然不见得开高一定走高 有的是开高稍微打下来 像和朔嘛 对不对 说苹果要交给他代工 他就开高了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 如果说分成两段的话 大概可以初阶分成 我们看一下K线 好 我往下看 下一张 就是长很多的 今天都是长黑 位阶比较低的 没有长那么多的 也是黑 但是没有那么长 至少还有下影线嘛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 洪达电刚刚讨论很多 我们就不讲了 看他什么时候直吻做亮缩 卫生是跟他同一挂的 位数的话 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位数的话 因为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看到震荡 我们昨天有讲洪达电的前女友 对 分手的前女友 指吻就是一起指吻 这四檔就是 领头族群 请注意 拉回指吻 再来找买点 拉回你认为可以买 对 但拉回如果不指吻 我们现场做的来宾都说 拉回上涨找卖点 对 我认为拉回上涨还有机会 拉回卖 你认为是拉回卖 因为这几支 如果不公高的话 其他的也涨不远 在这边的话 就是属于在第一位街要切入的 这边包括我们看到声音处理的 就像滑讯 你总要有声音 你才能够玩 再来的话 立即 这个部分的话是在这个 网路环境当中 要给大家更大的 更快速的这个网路 再来的话 技嘉这比较特殊 因为以前大家都把板卡 放在比特币同一端 对不对 但其实要注意一下 在元宇宙的这个世界里面 本身在板卡 也是一个很大的受惠者 要不然NVIDIA 干嘛自己要加入 对不对 所以技嘉型的注意 他这个其实还有机会往上再供 连亚这个很特殊 很久没有涨了一家公司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说他也要来切入 所以你看 在这么位阶的地方 他很低 位阶很低 算蛮低 他一两年没有动过了 然后这个地方反供 我认为就是说 短线上先看反弹 至于就是说 大家如果要在这个地方找 有业绩 可是又相对比较有机会的 我觉得可以回头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来看益龙店 第一个IC设计厂 前三季的EPS15块也够高了吧 我认为已经算高 算不错 因为以它的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不到200 再来重点就是说 旗下液晶是主攻影像处理晶片 打进车用跟VR相机等等领域 重点是它本身 就已经达入宏达电的供应链 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元宇宙 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讲了 子公司这个地方来做布局 后面就可以来观察就是说 位阶这么低 低檔刚刚有转墙 那目前看起来又没有涨上去 我认为就是说可以从这个 有业绩的行情当中 去找相关的元宇宙题材 好 所以面对元宇宙 我想投资人心情是 既爱又怕受伤害 不做呢 不买呢 心仰难耐 买了呢 做了呢 又怕得要死 来 峰总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对 这问题已经发生了 那怎么办 我告诉各位 现在今天列出来这几档股票 这个有好有坏 但是总归就好 反弹都是要卖 我们为什么呢 这几档反弹都要卖 聚合 强貌 智原 宏达 伟权 伟权 康普 理由不一 但是K线现在都有类似情况 所以大家给我们 对 好 来 K线看一下 阿光你刚才说得很好 挤拉 黑K 挤拉 黑K 拉越高的灌下来的幅度 刚才这个郑华也有讲 灌下来是不是越重 那你看 我刚才是不是有说过 上个礼拜 这边有个黑K线 有人说你看 这个黑K线有沒有 会不会复制 上礼拜也是跌停 跌停之后又上去 不要忘记了 这几天是因为特斯拉 在那边又持续攻高 可是上个礼拜跌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量缩得很厉害 离五日均量 背离得很厉害 量缩 一点点量才有 就滚下去 今天这么大的量 有沒有 过前后 这么大的量 这些人上去 要不要解套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情况 对 这个情况跟这个情况 是不能够等同而论 这个地方的筹码 比这个地方乱了大概 至少有三倍以上的 一个稳乱的程度 那这个 每天要高空 我问各位一句话 我问各位一句话就好 分析师 你问分析师 分析师頂多敢告诉你说 这个续报就好 有哪个分析师敢在这边 告诉你说 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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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分析师好像有在节目现场 来 谢陈彦来讲他巨猿 他是一路看多的 对 看多但是 不敢跟你讲重压 蔡总昨天节目 我有看到蔡总讲一个很有道理 很多住豪宅大客户 他不会在高档上去追这种重压 重压这种没有 就是重压这种本义比郭高 或是没有EPS 谢陈彦 你当初有叫人家重压吗 你看多有叫人家重压吗 低档可以重压 高档没有人敢重压的 紀元的K线 让谢陈彦讲一下 你有叫人家重压吗 我要特别讲 我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其实重复压跟重压的概念 应该是一样 好 他是重复压 好 我希望看到有对账单比较好 我们再来说 今天这些本义比都过高 我们说这个地方居高思维 这个你没有思维了 你现在就要解决 已经那么混乱的 你不跑 别人买的比你高人也要跑 那怎么办 冯高要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看下面 换哪些呢 换什么 你看今天这些股票 你不要以为说一样的题材 你看这种股票叫做光达 我上个礼拜来 我就一个在讲 不管是电动车还是元宇宙 都需要一种光感测 对不对 我说原料就是所于这个生化钾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模组上面 就是光感测跟光达 你看 为什么他今天一架锁到底 他上半年赚0.96元 现在才二字头 LED其他赚的比他差的都在涨了 今天开高走地一大堆 他今天为什么一架锁到底 财报好 来 这张股票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正当很激烈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以为说 他只是阳明光的什么大股东而已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你知道吗 他本身AR的一个研发的小组 被苹果整组挖走 叫做黄以白 黄以白是整组被挖走 而且他做的AR是什么 裸式 裸式的AR 我又戴眼镜了 所以说这个值钱在这个地方 但今天这个有道理我说过 连续五年七亿的资产 他说我有AR 他连续五年 终于真的赚钱了 对 终于真的赚钱了 对 那你看这个地方身貌 已经涨很多了 也是低轨卫星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宅板 外资拼命喊 还喊到什么500 对 这很夸张 这个我们就看看就好 这里面 我们看K线 你看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K线 对 你看也是一样 都突破了 这个黄色都是基线 你看压回有震盪 冲上去 都是已经又拉高了 都是已经过高了 那怎么办呢 星星怪力太大 有没有什么东西位阶比较低的 你看这一檔个股 才刚刚开始 是不是像类似说 他们才刚刚开始要这样 要碰到基线才开始要往上冲 那就是2369的银声 他什么值得 为什么值得跟大家报告 很简单 就几个道理 第一个 他做的东西 危机店 每个人都做危机店 像我们昨天戴那个头盔 你转来转去 你里面虚拟的东西 怎么可以跟着你转 陀螺仪 对不对 所以危机店 陀螺仪 而且你知道吗 我看过他的财报 里面大概有30种 有一条 因为版面我没有来不及 他说他有 眼球追踪的IC的封装 眼球追踪IC封装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標標準准 就是ARVI在用的 那再来就是什么 感测器IC射频元件 那还有一个就是 电动车里面 需要用到的电源管理IC 像MCU MOSB IGBT 所以他包括了5G 电动车 元宇宙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 形态才刚刚打出来 一个圆弧底 DPS 人家是有0.8的 上半年第三季还没出来 因为他的下半年 他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折旧 都已经没有了 有14年的折旧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下半年的获利 就是会更纯粹 所以说底型出来了 有这么多的题材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大家最担心 也最关心的元宇宙 谈完了之后 当然要来谈谈电动车 不过说到电动车 一定不得不提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又再度暴涨 特别是马斯克现在 应该是全世界最夯 最准的分析师了 他点什么 涨什么 看好什么就涨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 特斯拉现在要开放充电站 创造新营收股价又再狂飙了 8.49% 很多人说现在马斯克已经 比巴菲特还神准 他的身价达到巴菲特的三倍了 他瞄准的产业 只要他点到的 像之前点什么狗狗币 比特币就暴涨 对不对 他说电动车好 电动车暴涨 他现在说低轨卫星好 低轨卫星暴涨 他看好什么 涨什么 对 所以我想这就是题材 今天看到这些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昨天特斯拉继续拉对不对 那这些车店的都是开高走低 所以我想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要跟随马斯克他的想法 他现在其实不太提特斯拉了 他现在特斯拉就说 已经开始赚钱了 现在特斯拉的市值越高 有那个世界的这些 饥饿协会跟他要钱 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他现在已经往下一个来走 所以也就是说 卫低轨卫星跟这些什么的 數位货币 可是要沾特斯拉光的车厂很多 我再次强调 台湾这些都是供应链 可是真正国外厉害是做车的 做车 其他说这是这个 修理阿拉伯他们做的 Lucid 不然 2月说要亮成 我们画面给各位朋友看一下 他的车到底有多厉害 真的很厉害 这个车基本上它是高级车 而且是什么 是我们说的这个迪拜 阿拉伯聯合大会他们做的 他就怎么样 他就把真的车做出来 而且做事奢华 然后续航力又比什么 又比这个 不是 这像阿拉伯聯合大公国 做的车 做的电动车 做的电动车 他不是应该做燃油车吗 不是 这样说 他也要来抽这张车 他在买油的 他做电动车 电动车怎么卖得很好 他油的卖给谁 你别这样说 他们都来做电车 所以表示电车很夯 他们把转油的钱 现在赶快来投资什么电车 所以电车的未来真的很夯 所以你看 当特斯拉喷上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Lucid也是喷上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现在都是雨露均沾 但是台湾的供应链是什么 台湾供应链其实 我觉得更厉害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把电动车这个东西 推广到什么 不同的产业 像Amazon跟这个所谓的 Rivian的合作 Rivian又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做什么 一样做电动车 可是他跟Amazon要做什么 他的电动货卡车 那电动货卡车到底是什么 帮他做什么 做货 所以很简单 电动货卡车 也就是我们说有一些皮卡 那这些是怎么样 是他提供给Amazon来做什么 来做运货用 像这个是什么 越野用的 越野 那电动车够力吗 是啊 所以就是他们的利害在这边 而且他已经烧掉10亿美金了 就是 接下来就是要上市了 所以他用一个什么 财大气粗 然后跟着特斯拉的热潮 来这边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发展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的热潮 到这边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现在开始有梦没梦 都出来造车赚钱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 群雄并起 群雄并起 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说 特别小心的意思是 可能冯高要出了 你要跟我清澈 我说要出了 那马斯克你刚刚也谈到 其实他最近最看好的是 低轨微信跟虚拟货币 对 那昨天其实就很有趣 马斯克大家知道 中国的市场很大 对不对 结果昨天他在他的推特 甚至在微博发了一个文 发了文不打紧 他发什么文 发了潮池的什么七步诗 七步成诗 马斯克也会潮池七步诗 还写中文 主豆 燃豆漆 豆在辅助器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对 大家就不晓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意思 他发这个七步诗是干嘛 有人就说 可能马斯克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豆漆 这个不太好 就是豆漆 豆漆 豆漆说的豆漆 他以为是狗狗 对 他以为是狗 所以把他发 为什么叫相间和太极 因为他年中 他说他狗狗币要送给他妈妈 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 Hustle 是不是一个骗局 他说对 结果狗狗币就暴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他持有的狗狗币 他就没有创新高 他为什么会说是个骗局 我不知道 不是他说的 不是他说的 主持人就问他 但他为什么会说对 我不知道 他可能刚好就随口问 他那时候可能闪神 对 他后来出来曾经说 没有 我没有讲 可是回不去了 明明就有讲 就回不去了 就回不去了 为什么最近他觉得说 相间和太极 这叫裁犬币 一直飙 飙了7倍 所以他说都是狗 不要这样 我讲错了 你要让我有翻身的机会 原来是 相间和太极是 裁犬币为什么要害狗狗币 或者为什么要威逼狗狗币 把所有的钱都吸走 就害狗狗币没有钱 对 没有错 所以说马斯科 点什么 涨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电动车 电动车之后 我再次的强调 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要实现 低轨卫星 像他最近最看好 对 一最看好 为什么 包含你说台湾的中华电信 已经牵进来 中华电信说什么 2022就可以用 所以我认为 其实本来低轨卫星说 叫做Smart Beta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测试 可是你看到 非常多的美国的 这些所谓的玩家 已经开箱了 我跟大家一个数字 15000块买一台 买这个 买回家之后你要干嘛 插电 把这个叠片插好 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上网了 就上网了 那你说没什么 我在家里我也可以上网 对不对 那不用再装光纤网路了吗 No man 什么都不用 只要有这个叠子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让你插在你家用的 因为家用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用的就是什么 你要插在你的货车上 或是你插在你的露营的营地 只要你有行动电源 你只要有电能 基本上就可以收到卫星讯号 就可以上网 对 所以说美国就有人测试工 他就放在车上 然后开着车 因为车有电源 一直开着车 然后来测试这个讯号 那其实就可以收到这个讯号 这个就是低轨卫星的回销 没错 那既然马斯克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深 神准的头顾分析师了 他报的名牌里头 我们应该怎么选 好 我想其实 低轨卫星有几个重点 现在这样子说 如果前一波在拉的是 没有本益比的 没有赚钱的公司 那现在是不是大凡开始回檔了 你就要小心 跌时要中值 所以我认为要中什么 有赚钱的 比如说你像 企机康书华通 你看月下面的 其实都没探机 企机康书华通是在楼上的 楼下的都没赚钱的 生贸 士兴科和金保 生贸跟有 生贸还满强 这士兴科金保都没有 结果你看士兴科 所以B2跟B3没有赚钱 B1还有赚钱 3没有赚 你看士兴科 你看这个长的是什么线 这种就是标股的线 这种我觉得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没有营收 又在嘎 那等于是只有嘎空而已 好 那我们就不要看地下室的 所以反过来说我认为 你要去看外资 第一个有琢磨 第二个银鱼 美股银鱼有拉上来 然后怎么样 然后它的筹码又不错 所以我认为奇迹 可以稍微看一下 奇迹比较有机会 可以看一下 但奇迹今天也是长黑K爆 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是温吞向上 一个K线 可是有太多 所以我认为 其实它又回到什么 前波的起涨点 基本上又有赚钱 又是低轨卫星的概念 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可能就是怎么样 你如果车店标太多不敢买 你要买低档起涨的 那这样的标的你可以来做留意 好 不过也请昌星 从技术面的角度 帮我们来解释 在今天跌破五日线 反而又转卖的 当然五日线是非常短的 短期均线 但反而转卖 我们就有点担心了 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转弱 这些个国有没有转弱 好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说 不是一个长黑 你就吓到屁股尿流 不用这样子 可是如果是法人连续卖 又高档残黑你就要洗他 这就是像贱汉这有没有 贱汉 一路撩起来 结果他一直降 只有今天一个高档拉下来 这个你就要特别留意 像米塞伯 这就还好 他其实前面卖而已 他在起掌前就卖光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筹码 对 这个筹码 那你说康书 其实康书 卖了一天 对 刚才的这个低尾卫星 康书里面也是电源供应器 这卖一天而已 还好 要连续卖 对 那像这个一买一卖 其实我觉得还好 你看 那他长得就像锯齿状了 其实他这种东西 他的筹码其实还没有乱 也起起热热 对 起起热热 那像他 借银呢 借银要特别注意 因为他比较飙 他飙上去之后 一个藏黑下来 其实你要留意 这个法人已经开始在做松动 所以这边如果有做连续卖 开始做连续的卖出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要减码的部分 中探征也是最近的标股 这个标股我认为 现在的重点就是 现在法人还是很热 今天卖的还是比较少 当他开始卖超增加的时候 这里就要留意 如果要站上五日线 不站上五日线的时候 我认为 这边就要小心为夷 好 我们在今天关心 到底投机股的行情玩完了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 业绩股回来了没 因为投机股要玩完的前提是 刚刚其实楚董有谈到 有没有另外一个族群取代他 而这个族群如果是业绩股 是不是能够吸纳大部分的资金 而取代投机股 所以业绩股回来了没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半导体 指标股是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在今天下午开发说 昨天公布了财报 财报好的不得了 股价在今天涨了 这是不是一个讯息 当然基本上有一群 先兆 理性的投资人 我是不理性的 但是有一群理性的人看 我是看不惯的 但是这群人他要的就是要有业绩的 所以像世界先进 对 所以很讽刺的是 我来跟大家讲这些理性的 比如说世界先进 联电 然后像台积电 其实你会发现 第一个晶元三雄 不能讲二雄 要讲三雄 在动了 然后设备在动了 包括上游的累金也在动了 这是不是一个业绩股 要回来的先兆 没错 其实我很快的带一下 这个法硕的内容就好 好 我来看世界先进 很快的 第一个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营收创新高 然后 精力创新高 EPS创新高 然后当然重点还是在毛利的部分 有上来 毛利逼近财测高标 而且在延续 当然我们更在意的 其实是第四季 第四季的营收又比第三季更高 那不是再创新高吗 然后 迅血新高 对 然后毛利的部分 又会再比 这个第三季高 45.5到47 那不是又 又再逼近高标 所以他今年 他就讲说 之后的资本书 应该也会再往上调 所以回来看世界先进的限图 我们把它换K线来看一下 5347 实际上 这个整理 其实真的终于动了 当然基本上 我觉得这里面在动 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联电 因为联电之前大家都讲得很好 之前外资一路大卖 然后下面直接帮我换外资 外资在前面一直说它好 然后一直卖它 一直说它好 一直卖它19万张 今天终于买了 今天买了36695张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其实都有机会 但是这里 是业绩股回来了吗 有机会 我觉得绝对有机会 那你会买吗 但是会买的族群是不一样的 我这种非理性的 我会想要再看另外一个光照 好 来光照 就是非理性的人喜欢很刺激的东西 就像郑华戴头盔 一定要加手套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这档股票 其实之前大家都有讲过 我甚至封总也有讲过 他之前亏损的误会 那我要讲的是说 他反而当时 那这有没有基本面吗 有 因为当时他认列的亏损 这时候搞不好还要认列 获利回来 因为当时是股价下跌 认列的亏损 现在股价涨回来了 他投资的 业外会认列回来 还有他还有处分联电的收益 再加上我要讲 他第三季营收是创新高 所以三个元素之下 其实大家都还没看懂 前面那几个理性的人已经看懂 我现在要讲这非理性的人 我看这不是真的創造 了解 还会去 好 明白 可是实际上 可是实际上 他第三季的表现可能会 跌破大家的眼睛 好 所以 业绩谷回来了吗 我们出了摊 半导体要摊的航运 航运从航空到海运 开始出现买盘进驻了 对 我们看六公格 现在的这个航空最航 连续两天外资买超一二名 就是华航跟长龙航 我们昨天已经先提醒观众朋友了 对 那为什么 因为现在为了2022年 布局的业绩股 成长性最强的 而且是热门大型股的 应该就是航空双雄 我们直接看2610华航的K线 你看华航从最近 你看短短四个交易天 已经从这个16.05 到今天盘中高点19.4 这涨幅超过了两成 技术分析 从低点涨20%的话 符合牛市定义 多头走势 那为什么 今年一片时代沽一块 但明年可能上看2.5 这个成长超过了一倍以上 而且以目前的价位来看的话 它的本益比不到8倍 所以你去找现在业绩的股票 本益比不到8倍的 应该只有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海运的股票 海运也不到8倍 甚至有些才3倍 但是海运的话 一般认为 它今年的业绩很好 明年就有一些变速 靠还了 但是股价跌太深 今年的业绩 还是要还它共到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冷静看国外的例子 你看国外的一些 货柜的大公司马士基 马士基已经公布财报 就今天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已经公布了 第三季的营收160 高于预期 它一季赚1500亿台币 大概长龙海运的三倍以上 我告诉大家 密切注意海士基股价 极有可能要突破历史新高 马士基 对 它现在基底历史新高不到5% ZIM 赫普罗特 中原海控 这个财报都很好 而且都调高 我们直接看一下 2603的长龙海运的K线 长龙海运在这边盘了 一阵子以后 从最低点来看 到今天的盘中高点 大概107 也涨了20% 静敲敲敲少20% 杨敏也涨了20% 符合技术分析的牛市定力 所以它的财报也马上要公布 假如真的财报不错的话 跌得太深 会还它公道 好 业绩股真的要回来了吗 我们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先来问 金元代工可不可以买呢 请举拍 各位买金元代工 也不过就那三熊嘛 1 2 3 4 5 5票圈 1票差 航空可不可以买呢 航空也是业绩股 明年业绩有可能大爆发 怎么看 请举拍 航空认为可以买的给圈 1票 2票 2票圈 3票差 1票在中间 那海运股呢 低粉1比 明年有疑虑 但今年好得不得了的海运 各位又认为此时此刻 可不可以买呢 请举拍 海运股 1 2 3 4 海运股反而全员一次通过 拿到6个圈